传载四百教号作者,因来体育变了一整个夏天,NBA球迷今天终于可以大饱眼福,同时迎来四场季前赛较量。 其中未免冠军勇士对阵森林郎的比赛已进入中场休息,休息几个月之后,看得出来球员们也急切,得想在赛场上展示自己。 开场双方接大举进攻,且表现高效,萌神单节标进四季三分,但勇士出人意料,以36比37落后结束首截,次杰克莱汤普森带领球队内外开花。 库克,贝尔街有亮眼表现,勇士单节打出35-28的进攻表现。 办场结束,胜利已去11比615领先进入中场休息。 办场战法,勇士海啸兄弟库里,克莱,杜兰特,科卡39分9版,其中库里12分1版, 克莱15分4版,杜兰特12分4版,森林郎方面,罗斯成为半场最为活跃的球员。 登场17分钟,八投4中,砍下12分。 小狼王唐斯也表现不俗,场上更是有平平单挑杜兰特的镜头。 半场同样砍下12分,第一个半场八投5中,三分三投2中,砍下森林郎全队最高的15分。 其他方面,开拓者对阵猛龙的比赛已经结束。 经过四节比例,猛龙最终以122比104打胜开拓者。 夏天刚刚转会猛龙德克怀伦纳德,登场19分钟,全场八投三中,得到12分三注。 阿拉丘纳斯砍下猛龙最高的17分7版,落月15分。 丹妮格林登场20分钟,仅仅6投1中,得到5分三板。 开拓者方面,莱奥纳德5投4中,砍下全队最高的14分2注。 其他人只有莉拉德得分达到两位数,全场4投3中,得到12分2版2注。 而在受关注的独行侠对阵北京手钢的比赛,目前正在进行独行侠半场52比42领先,绝世对阵破撕眼猫的比赛,军事半场15比34领先。 支舞队 这些质店 好啦 简 beer 这么重 雪 60